我告诉你啊 四季豆你直接下锅炒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20年的经验教教你 像我这样做 碎嫩可口 真的是太好吃了 首先树上栽的四季豆斜刀切成条 锅中烧水 倒入四季豆 加入一勺盐和一勺食用油 焯水个2分钟捞出备用 再准备一根黄瓜 家人们 我已经给你分享了688道家常菜了 还没有得到你的小恒星 今天这个视频啊 你就帮我点一个呗 辛苦你了 另起锅烧油 下入五花肉 煸出油脂 放蒜片辣椒 重点来了 加入一勺野生椒豆豉酱 才是好吃的关键 它跟你们以前吃过的干豆豉 完全不同啊 最后是鲜入糖 酿造一年以上的豆豉原配 加上新鲜野生椒 小火慢熬 调制出来的豆豉酱 打开盖啊 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 弹香酱香味道 而且像这样的两片啊 能做20道菜呢 今天啊 我一定要把它推荐给你 炒出香味后呢 加入四季豆 放点盐 少许生抽 蚝油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的四季豆呢 清脆爽口 下酒又下饭 如果不好吃啊 我评论区 挨饿叫胡奶奶